然番剧场!然番啦! 护送血诗任务开始之前 风起始终都在思考该如何将大脑送回星红研究院 思来想去唯一能够破局的只有迷雾之主了 但是与此同时 她的脑海中又浮现了一个想法 到底该如何才能与迷雾之主真正的展开合作呢 凌然的行为给了她启发 她决定将真相试着坦白给这条牺牲线的迷雾之主 记忆提取技术的特点 是能够将记忆编辑之后提取出来 以身临其境的观看方式体验这段记忆的经历 这种方式同样也能用在迷雾之主的身上 说再多不如亲眼所见 风起在那个时候就下定了决心了 既然让迷雾之主接触到了琥珀研究院 倒不如让她了解真正的真相 让她身临其境 去体验他们从第一条时间线的相识 再到后面的一次次相遇 用事实证明 她诚心将迷雾之主 视为兄弟 感情这个东西 用语言去描述 终究还是太匮乏了 唯有亲生体验才能感悟 按照风起的留言 欲为提取了风起的记忆片段 并进行编辑 将风起记忆之中 与迷雾之主相处的记忆复制之后 欲为制作了三管记忆提取业 与迷雾之主 坦白真相这一步 果然冒险 却也是风起对拉拢 迷雾之主的尝试 如果迷雾之主认可这份感情 那么主时间线上的迷雾之主 他也能用相同的方式去拉拢 人族将获得一个强大的盟友 未来的路还长 但人类的未来却不再孤单 设想中的美好未来能否实现 就看这次尝试的结果如何了 琥珀院长从冒着冰冷白雾的金属容器之中 取出了记忆提取业 将其交给了助手 其余的工作人员也纷纷的忙碌起来了 按照骨客的说明书启动仪器 仪器内灯光交错 手术台上的金属软管 自动缠绕迷雾之主 随后紫色光芒开始来回扫描 雾雾之主的身体 对其进行精确定位 此时迷雾之主的面色冰冷 心中做好了随时报起的准备 将自己放在不可控的环境之中 令他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 但他还是选择了忍耐 他想知道 这一切的背后真相到底是什么 终于 一切被彻底的唤醒了 带有针头的机械手臂 来到了他的额头前缓缓落下 不要反抗 放松你的身体 琥珀院长在这时候开口道 正准备抱起的迷雾之主 最终还是在心中叹气 选择闭上眼睛 最后相信一次 他曾经眼中的兄弟 当冰冷的液体注入脑海之中 瞬间幻发 无数残破的画面在视线中划过 快速拼凑充动态画面 他看到了北京的大雪中 风琦浑身浴血 为保护他而战的画面 他看到岛屿上 风琦为了救他失去手臂 差点生死的画面 身灵其境的画面 给迷雾之主带来了 无与伦比的强烈视觉震撼 他能够切身体会到 这些画面的背后 风琦从一开始的利用 到最后真心诚意 将他视为兄弟 墓碑前的那一滴泪水 更是让他看到了风琦 对待这份感情的愧疚 老迷 供品吃完了 我走了 如果没死的话 往后每年都会回来看你 你们迷雾族可真是变态 竟然有吃死者 供品这种习俗 可谁让你是我兄弟呢 无数画面的最后 风琦面带微笑的虚影 在他面前浮现 老迷 如果有缘的话 未来再见 身体好似在深海之中 不断下沉 风琦试图挣脱 这种不可控的状态 但是任凭如何挣脱 都无法挣脱海水的束缚 眼中的光线逐渐减少 他沉得越来越深 就在风琦以为自己 即将堕入无尽深渊的时候 熟悉的声音 瞬间将他从虚幻中 拉扯了出来 小老弟 起来搬砖啦 睁开布满血丝的眼眸 风琦差点亮枪摔倒在地 负面情绪缠绕的情况 再次出现了 他在这时伸手抓向摆放在 金属容器旁的精神安抚药剂 这显然是欲为提前预料到了 他现在的状况 提前给他准备的 拧开金属瓶盖之后 他正准备往嘴里灌呢 旁白见兮兮的声音 再次响起了 这瓶精神安抚药剂 摆在这里可能有几百年了 短暂的停顿之后 风琦毫不犹豫地继续将 精神安抚药剂灌入口中 这个问题 欲为肯定已经考虑到了 对于欲为 他向来是放心的 将精神安抚药剂摆放在这里 那还能害他不成啊 冰冷的液体顺着喉咙进入胃部 清凉刺激感将脑海中翻涌的 负面情绪逐渐地压制了 长舒了一口气 风琦觉得自己又活过来了 抬头望向被打开的金属容器 他伸手按下了上面的自毁装置 这颗大脑的使命已经结束了 是时候安息了 你说 这颗大脑是不是被迫嗨了一千五百年 毕竟大脑活性真 本质上就是让大脑强行达到活跃状态 哇 蹦跌了一千五百年的大脑 好惨啊 无视了旁白的吐槽 他抱起装有大脑的金属容器 将其放入早已经准备好的凹槽 转身来到了控制台前 由于许久没有打理 操控台上已经积满了灰尘 就连操控台前方两块分割的大屏幕 也都积着厚厚的一层灰 熟练地按下启动按键之后 许久没有运行的操控台 开始轻微地颤抖 上方各色灯光开始交错闪烁 最终操控台前方的大屏幕亮起 熟悉的开机画面过后 列表选项浮现 一番操作之后 凤齐打开了玉威留给自己的邮箱 这一次 星成走了与之前历史线 完全不同的未来线 没有夜影族 音乐族 领域弱族联盟等势力的影响 星成在这条犧牲线设定的未来 以全民发展为主 或许还能属于一千五百年后的今天 对此风起充满了期待 一 收到你的脑袋前 我还以为这条犀牲线失败了 小客传回的消息说 它根本无法打破超级生物布置的领域壁垒 所以无法接近你所在的区域 结果过了半年 竟然是迷雾之主将你的脑袋带回给了琥珀研究院 实在是太出乎我的意料了 哦 迷雾之主带回的那封信我看了 我已经明白了你的想法 显然你已经决定好要拉拢迷雾之主了 这么做固然存在风险 但用牺牲线来尝试拉拢的后果 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接下来几天要忙了 我需要提取编辑你的记忆 已经准备好熬半个月的夜了 三 搞定 我让小客和他的队员将记忆提取夜 以及仪器送去了琥珀研究院 如果仪器顺利的话 迷雾之主将通过这些记忆了解到真相 就是不清楚老迷到底愿不愿意和你合作 六 琥珀院长与我取得联系 他说老迷在读取完你的记忆后 静止离开了 并未留下任何联系方式 似乎并不想与人类合作 他到底怎么想我就不清楚了 唉 这方面啊 接下来我就不关注了 以后我还是以搞科研为主 为你的未来铺路 都说每个成功男人的背后啊 都站着一位寒心如苦的老母亲 嗯 就是我咯 二十三 通过小客传回的消息 星城内的制度改革已经正在进行了 首先是城市的戒严等级已经提升到了最高 现在是出城难 入城更难 如果非星城居民进入星城 需要重重审核 一切都是为了保证星城不会重蹈覆辙 被领域势力渗透后占据 星城最高会议还召开了 关于星城未来发展为话题的讨论 他们决定开始逐步推广超级虚拟游戏 但有了情车之剑 这次推出的超级虚拟游戏会是阉割版 等未来逐步加强功能 这个过程就像是温水煮青蛙 让外界逐渐适应超级虚拟游戏发展进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